视频中的这个女孩身材太好了 前突后教夫白茂美 还有一双大长腿 谁看到都会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她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小梅 今年22岁来自大连 而对面的则是小梅的男朋友阿坤 今年22岁来自江苏 阿坤表示完全接受不了现在女朋友的装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麻烦帅哥美女们动动发财的时候 长按点赞三秒钟加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红运当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没见平时穿的更暴露 我现在是他男朋友 我现在自己都哄不住 你哄不住了 我哄不住 不得不说小梅的身材确实火爆 也难怪阿坤会受不了 阿坤是小梅是从大学认识的 两人异地交往三年 感情一直很好 后面小梅提出了去北京发展 但最近两个月时间阿坤再网上发现 小梅的空间里上传了很多特别暴露的照片 阿坤就连夜买火车票赶去北京探个究竟 两人见面后就因为这个问题大吵了一下 阿坤要求小梅不能再做这一行了 因为小梅的行业让阿坤根本无法接受 阿坤希望小梅跟着自己回去江苏徐州 再不行小梅回去大连也行 只要不要再做这个行业就行 而小梅却不肯离开在北京发展的这个行业 所以阿坤寻求节目组 希望导师们可以帮忙挽回一下这段感情 小梅去北京发展其实是去当那一模特的 就因为这个举动 让阿坤觉得现在的小梅自己完全不认识了 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画面中看到小梅穿衣风格是非常保守的 一件白色衬衫加牛仔裤 还扎了个小马尾 看上去是如此的单纯 但小梅去到北京发展后 现在都是穿着大胆 和画着各种漂亮的妆 小梅的工作是一位凶魔 每天都穿着不同的内衣去人家那里拍广告 面对着不同的男人 这让阿坤完全接受不了 还扬言内衣是穿给自己老公看的 不是穿给其他男人看的 小梅的条件确实是太好了 多少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拥有这样的身材 别说阿坤受不了 换成是个正常男人 谁都不想自己女朋友每天这样出门 既然接受不了那就分手 可阿坤并不想分手 希望小梅辞掉北京的工作 跟自己回去徐州 小梅直言自己非常喜欢目前的工作 当初去到北京面试的时候 模特公司就看中了小梅 觉得小梅的自身条件太好了 有优势有特色 说着说着阿坤就当场破防 怪则小梅起来 小梅的身材确实是个女人都喜欢 更别说男人了 小梅也明确跟主持人说 自己以前是非常喜欢阿坤的 但是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了 希望自己能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上指导自己 现在的阿坤太不成熟稳重了 这让阿坤非常不爽 陆起老师也看出问题了 在北京确实有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在追求小梅 小梅因为自己有男朋友的关系 一直还没有答应那个男人 主持人看到两人有感情 也支持招让阿坤去北京发展陪伴小梅 可阿坤完全接受不了小梅的这份工作 阿坤甚至每天都在担心受怕女朋友 因为有一次阿坤再往上空间 又看到小梅在放那些照片 正在值班的阿坤看到女朋友空间的评论 当时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问清楚 没想到小梅竟在酒吧里喝酒 因为太吵梅聊两句就挂电话了 气息败坏的阿坤就立马买了 北京的火车票赶过去 阿坤是怎么也没想到 跟女朋友分开的两个月时间里 变化会如此之大 没想到小梅竟摆出了反对的态度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圈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看得出来 小梅目前的生活非常好 也非常享受目前工作带来的生活 我现在我比较喜欢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也能给我带来快乐 小梅已经明确告诉阿坤 自己是不会放弃掉这份工作的 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阿坤回去 小梅因为出生于贫困家庭 受够了以前的生活 现在金钱带来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 小梅再次说到 自己想要的是一个 支持自己工作的男人 不是像阿坤那样让自己放弃工作 跟他回去徐州的男人 我感觉这种生活我过够了 那我们可以回去 咱们用咱们自己的双手 咱们共同努力 我感觉这种很累你知道吧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生活很好 听到两人观点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邀请出导师来帮忙 依上场的陆琪老师就明确表示 阿坤在乎的是小梅的变化 更是在乎小梅的穿着问题 当两人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 是最难改变的 都知道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陆琪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既然没法改变小梅的价值观 阿坤也不想分开 那么就只能迁就小梅了 接着陆琪老师也抛出了犀利问题 小梅的变化太大了 因为小梅已经从小成事走到大成事了 见多时广来 再也不是在学校里念书懵懂的少女了 他以前没有发现自己的优势 现在发现了 以前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 现在他喜欢上这样的生活了 就所有东西都在变化 与其说小梅变化 那还不如小梅再不断成长 两人在爱情里都是需要成长的 再同一起跑线 但小梅目前的发展已经远远快于阿坤了 阿坤还在原地踏步 所以两人才产生不一样的观念 没有对错之分 要不就是阿坤追上小梅的脚步 要不就是去迁就她 不然两人是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接着知名演员李老师 也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观点 小梅的身材确实是完美 前脱后脚 有肉又苗桃 甚至要比模特身材还好 作为女人的李老师也赞不绝口 李老师接下来的一番话 也说到了阿坤的心坎里 李老师这个笑容果然鬼魅 千言万语都在其中了 听到这里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发话了 我今天其实我在化妆间见到她的时候 给我吓了一跳 不瞒大家说 看到那个服装的时候 我就跟曲伟他们说 我说这个肯定肯定不可以不可以 我就感觉她她自己会觉得很美 她很自豪 其实她好像就挺为她那个身材 自己骄傲的 小梅对于主持人的这番话感到猝不及防 身材一直都是小梅引以为豪的地方 也是小梅优势之处 你穿的再少 不如你穿的再多一些 更让我们觉得你漂亮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规律 朦胧的东西反而更美 朦胧美有时候确实是更美 不一定要铺天盖地地炫耀自己的身材 在工作上是没有办法 但是在私下完全是可以保守的 这也不实为一种美态 接着主持人也给小梅一点建议 你说她要穿一根长牛仔裤 穿一双高跟鞋 就穿一个紧身的T恤 是不是会比她那个暴露更漂亮 那个难道就没有诱惑力了吗 那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担心呢 不要认为她衣服穿的少了 她的心就变脏了 没有的 主持人希望阿坤明白 小梅现在的变化都是因为工作所带来的 不要因为穿衣风格上去否定一个人 说不定其实小梅有始至终都没改变过呢 接着主持人邀请出土雷老师发话 土雷老师话语间也在暗示小梅 小梅现在所要找的成熟男人 无非就是土小梅年轻的身材 而不是真心对待小梅的 任何一份职业我们都值得尊重 但是土雷老师对小梅所说的不正常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包括刚才赵川说的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也在那 展示美和暴露美 那是完全两种问题 很明显土雷老师是说小梅目前太暴露了 女人的身材总有一天会因为年龄的老去 变得臃肿而走呀 那时候又要靠什么来吃饭呢 土雷老师也表示小梅的心意兴变了 三年来的点点滴滴 三年来的这一份真挚的感情 完全看不出来有怀念之心 以前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记忆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它啊 我是觉得你到今天有点变了 这种变不是说形体上的变 而是身心的变化 你似乎和男生显得有那么的决绝 小梅把过去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现在工作带来的变化 把陪伴三年的男朋友狠心抛弃 这是土雷老师认为小梅身上 最有问题的地方 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发现的话 即便是你选择了你的职业 在你喜欢待的城市 用你引以为傲的特点 获取了你所拥有的生活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忘情忘义的话 我不相信他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美好 一个女人最怕的就是心变了 当女人的心变了的时候 是无法挽留的 但是也不能这么忘情忘义 土雷老师也转头告诉阿坤 虽然职业是正当的 但是我如果是你我也不行 我很自私 这一点我很狭隘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老婆做这种职业 我也不会 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内心都有点小心眼 土雷老师果然是敢说敢言 其实确实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爱人这样子的 要是能接受 那只能说明男的并不爱女的 所以土雷老师也明确告诉阿坤 因为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你的问题自己也不能劝 只希望阿坤的做法不要太极端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 今天的你也无法满足他的生活 他斩钉截铁的要和你决绝 你也千万不要以死为相要求 那没有任何意义 只显得你们俩都亵渎了当年那三年的感情 土雷老师也明白三年的感情太不容易了 每次坐17个小时火车就为了见一面 就这样持续了三年的时间 阿坤也不停地在质述当年的细节 你现在回忆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就即使是今天分手今天离开 请不要伤害他 土雷老师也明显看得出来 这段感情已经无法挽留了 小梅的去意一决 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改变的了 你选择你的道路 各自寻求各自的幸福 千万记住女人引以为傲的 不是你的身体 是你善解人意的心 土雷老师最后的话语 也希望小梅能明白 但是小梅这个年纪 根本参舞不透土雷老师的话 只能说以后长大了 再回忆这段经历才会痛彻心扉 这个有什么对错 他选择了模特 模特这个职业就是用身体 作为创作工具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男性 我们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妻子 去从事这样的一份职业 因为确实觉得有点受不了 无论是在座的所有导师或者主持人 是个男人都是无法接受女朋友这份职业的 只能说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既然选择不一样 那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到目前为止 阿坤还想不明白 为什么小梅突然变得这么快 小梅出来社会成长太快了 快到连陪伴在身边的阿坤都察觉不到 小梅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 阿坤还在想念过往的美好 他已经从游戏中退出了 你还在这个游戏里转悠呢 可是我没有办法当做游戏 他还活在象牙塔里 他已经在社会 他在象牙塔里 抢内跟抢外 他成长的速度 适应社会的能力 比他强比他快 小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人 或许是因为以前过惯了贫穷的生活 又或许是因为现在金钱来得太快 让小梅这个年纪去放弃这种生活 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女孩也许过几年她会变 她会意识到这些东西以后 她会有个转变 我这几年绝对不会 因为她年轻嘛 她没有这个意识嘛 导师们和主持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小梅22岁这个年纪里 目前是怎么说都说不通的 只能让小梅更成熟的时候 才能参悟其中的道理 才会珍惜阿坤这个初恋男友 主持人明知道这段感情已经无法挽回 还是循规蹈矩地去帮助阿坤 小梅不回答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 阿坤其实不应该怪责小梅 只能说自己还不够优秀 小梅在上层社会里 已经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了 主持人也把所有东西看在眼里了 此时再多的道理都没有用了 小梅都是不会懂的 毕竟年龄摆在那里 几年后还是应了主持人的那句话 哭的时候还在后面呢 已经无法挽回了 主持人和图里老是一样态度 只希望在分开时候 不要对阿坤伤害得太深 主持人在最后的挽回 小梅若有所思 其实如果阿坤能让步的话 小梅还是能回到身边的 并不是说小梅绝情不念旧 而是让小梅在高收入的工作当中 和男朋友之间做出选择 她不得不狠心 接着主持人邀请双方进入真心话时间 小梅把心里话全部说出来了 以前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是打了两三个月的工 才能够买份主 而是我现在呢 我自己想买什么我都买什么 我感觉我这样的生活很好 很自由 既然你不支持我的工作 那咱们就分手吧 小梅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如今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 金钱和男朋友二选一 自己会选择金钱 但是如果阿坤能支持自己 小梅还是不会离开的 我也知道你以前对我都好 我是不会忘记的 你真的太追求了 在真心话时间里 看得出小梅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只是阿坤始终没有让步 又或者阿坤根本没有听明白小梅的话 小梅还是选择金钱的生活 主持人知道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 接着说出了自己的一番精力 希望小梅能懂得其中的道理 20年前我大学毕业 78块5毛钱 那时候一双耐克鞋200多 我一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 散大半年的工资买一双耐克鞋 高兴得不得了 主持人这番话无疑是在暗示小梅 在当初贫困的时候 阿坤就是那个快乐 小梅想要的礼物 阿坤可以攒几个月前去为他买 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 想买耐克鞋我就可以随时买 但是那个时候买耐克鞋 那种快乐再也没有 主持人已告诉阿坤 刚刚在听到真心话时候特别难受 如果换作是自己的话 绝对不会挽回了 人要求财务自由是没有对错的 只有财务自由了 才会感受到更安全的自由 这个是真不能怪小梅的 但是如果小梅如今工作带来的生活 不是因为辛勤劳动带来的话 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而是走偏门 希望小梅能明白这个道理 好好想清楚 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会再有这么一个痴情的小子 会对你那么好 也许你会挣好多好多的钱 但是那个时候你突然会发现 你想跟一个人坐下来说两句知心话的时候都没有 听到主持人的这一番话 大家应该更能深同感受了 大家还能记得当初那一个人吗 要是说已经记不起了 或许更多的是把那个人永远地藏在心底 不愿意说出来吧 有的都是冲你钱来的 或者利益来的 一群不知道什么样莫名其妙的人 那个时候你会更空虚 我们在生活里容易丢掉那个最本质的东西 千万别把这个丢了 主持人作为过来人告诉小梅这个道理 是因为主持人不想小梅日后后悔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60 70 80年代的人 还是90年代的人都已经成长了 都已经被社会毒打得不成人样了 当初那份纯真的感觉 再也无法找回来了 接着主持人也邀请双方进入房间 做出最后的决定 请开门 小梅的离去所有人都感觉不到意外 因为这是人生必经阶段 或许多年后小梅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会明白到导师们和主持人的这番话 但是时光已不在了 男孩和女孩在同龄当中 女孩思想往往会更成熟一点 来不及等身边的那个男孩长大 但这又偏偏是社会的发展规律 所以珍惜现在吧 大家现在身边的另一半 是一直陪伴您走到现在的人吗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